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封地 必须居住在北京 除非皇帝特许 根本都不允许干涉朝政 而且严禁于政府官员来往 严禁出北京 所以大多数满清的皇族子弟 既然皇位无望 也当不上皇上了 那也不会有什么别的好的发展 于是啊 就在锦衣玉时中 浑浑噩噩 醉生梦死 吃吃喝喝 飘飘堵堵 在当时的社会上 以及后来的历史中 都是默默无闻 但是 清朝后期的公亲王一心父子 却闹出了爆炸般的动静 这公亲王一心 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俗称鬼子六 是吧 鬼子六 是清朝皇族中难得的人才 担任过摄政王啊 内政外交都是一把好手 尤其是思想开通 善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 在同治中兴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甚至今天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啊 如果道光皇帝当时把皇位传给了一心 而不是软弱无能的贤方帝 那或许中国就不会那么落后挨打了 相对于一心 不过我们今天说了主人公不是一心 而是一心的儿子宰成 那当然了 相对于一心知道的多啊 鬼子六 多有名啊 载成 那不知道 但是这个载成当年折腾的事儿 一点都不比他爹的影响小 因为当时一心当过摄政王 主持朝政 那所以啊 载成成为一心的长子 大儿子 很小就得了贝勒的爵位 被称为成贝勒 那是一纹固子弟啊 纵情声色 胡作非为 这话说有一天 成贝勒 啊 载成闲来无事 去石炸海去玩 为了方便游人赏景啊 那时候石炸海就设有茶座 载成正在茶座上百无聊赖呢 忽然看到不远处 哎 有被妖娆美貌的女子对她眉目传情 哼 这下子 载成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 马上 啊 让身边的小厮送去一束莲棚 表示爱慕之意 这就有点类似于像现在送玫瑰花吧 啊 那时候送莲棚 不知道啥规矩 于是就这么着 两个人很快就熟悉起来 那个女子说 此地人多 咱们不妨换一个清静的地方说话 载成一听 好啊 于是就去了清静的地方 到那之后 四下无人 狼情惬意 半推半就 那就成就了一番好事 是吧 从此之后 俩人就身仙眷履 频繁约会 但是载成一直不知道那个女子的名字 也看得出来 这女子那肯定不是哪家的闺女 应该是谁家的媳妇 那已经结过婚了的人 但是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啊 终于有一天 情到深处了 载成就对那女子说 咱们俩情投意合 却不能长相厮守 这个 哎呀 相思的我受不了啊 你不如嫁给我吧 这女子就说啊 我家有婆婆 有丈夫 她们肯定不会愿意啊 哎 那唯一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半路啊 你把我劫走 大爷您是什么身份啊 您把我劫了 谁敢说半个不字啊 载成也是没脑子的 哎 就答应了 到了约定时间 载成果然就带着一群手下人 冲到石炸海 就把那个女子给抢走了 大庭广充之下 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亏亏之下 把那女子给抢走了 这旁人不知道这俩人约好了呀 一想 呵 你看 这么多人看着 成贝勒 强抢民女 一时之间惊动北京 整个北京都轰动了 听说了吗 什么事啊 成贝勒 昨天在石炸海抢了一个女的 哦 还干这事呢 但是因为成贝勒的地位显赫 有关部门也根本不敢处理 在这儿该说说那个女子是何方神圣了 那个女子也并非凡人呢 那个女子的公公是前清浙江不正时 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被打死了 对清朝而言算得上是壮烈殉国的烈士 女子的丈夫靠着她爹的荣耀 清朝朝廷啊 赏了她一个小金官啊 没权也没钱 面对着权势熏天的摄政王家 虽然老婆被公然抢走了 那这小金官啊 就她丈夫也毫无办法 在家破人亡的打击下呀 这丈夫精神崩溃了 受不了了 人疯了 于是北京街头又多了一个疯子 这逢人就双手在胸拳比划 颠三倒四诉说着自己的悲惨命运 所以说说这个女子 这女子也不是一般人 她也是清朝皇族 只是这个知脉比较远 不过论起辈分来 还算是宰城的姑姑 这清朝的北京城闲人多啊 那么多吃饱了饭 没事干的八旗子弟啊 还有闲散衙门的公务员啊 对这样耸人听闻的重磅八卦 那是兴趣盎然的不得了啊 于是整个北京城这件丑事顿时传得沸沸扬扬 街头巷尾 大家聊的是热火朝天 这就是当年的头号绯闻啊 用现在的话说 那可比什么燕兆门刺激的多呀 终于这个消息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一传传到了皇宫里面 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 面对气势汹汹的舆论 这清朝朝廷怎么的 也得反映一下 表示一下 于是太后下旨把宰城逮捕 关入宗人府 这宗人府啊 就是清朝朝廷专门用来整治那些不听话的皇亲贵族 不听话了就给扔进去 蹲两天耗子 吃窝头 啃咸菜 过两天苦日子 这就是宗人府 不过宰城的地位 非同一般啊 是啊 人家爹是摄政王啊 这是亲生的爹啊 哎 在大清朝廷 一死一死 做个秀就行了 这不久之后 慈禧太后就以宰城的母亲得了重病为由 就把她给释放了 这慈禧一定想不到 这心一软呢 给自个儿挖了个大坑 宰城 这半家子恢复自由以后啊 发现自己如果想继续胡作非为 那必须得有比他爹更有权势的靠山 可是他爹都已经是摄政王了 比他爹还大的 那这世界上就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皇帝了 谁啊 那就是满清皇帝 当朝同治皇帝宰纯 同治皇帝宰纯 要算起来还是宰城的堂弟呢 这时候啊 同治皇帝虽然已经长大了 可是母亲慈禧太后仍然把持朝政 自己说了不算 心情比较郁闷 这宰城啊 就唆使同治一块微服出宫 俩人一块出去找乐子 一到夜幕降临 这同治皇帝就和宰城 俩人都喜欢穿上黑色的衣服 去酒馆 祭院 地摊 商铺 女人多的地方 寻花万流 有点类似于一些现在一些富二代啊 喜欢泡酒吧啊 夜店啊 因为担心被熟人看到 他们去了呀 嘿 还都是一些比较低档的地方 后来 可怜的同治皇帝年纪轻轻 不幸就染上了性病 头发都掉光了 浑身烂大洞 最终不幸生亡 年仅十九五岁 这件事啊 宰城在这里面啊 起到了非常坏的作用 他引诱皇帝去嫖娼的 宰城 这白家子还给他爹一心带来过杀身之祸 什么事啊 因为一心啊 经常利用各种祖训 劝谏同治帝 这逻辑就是 我的话皇帝您可以不听 可是 这是皇上 您爹 您爷爷 您祖宗说的话 您总得听吧 这同治帝那时候也小啊 是不受欺扰 懒得听 烦 这话说有一天 同治皇帝穿着自己喜欢穿的黑色衣服 接见一心 这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啊 同治帝问一心 你熟悉祖训 还有与朕相关的祖训要说吗 一心就回答啊 皇上现在您穿的衣服就违反了祖制 之后啊 又劝同治皇帝不要为父出宫了 同治皇帝勃然大怒说 朕的衣服和你儿子宰成是同一个颜色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 还来劝朕 您先退下 朕后有旨意 同治皇帝就立刻召见了大学士文祥说 朕有一道秘纸 你不要打开看 下发到军机处再拆看 尽快去做 文祥一看皇帝圣怒啊 就斗胆先打开圣旨 打开一看 居然是要杀一心的诏书 顿时是大惊失色 这论功 义心是摄政王 军机处首席大臣 论思 义心是皇帝的签六叔 没什么大罪忽然被杀 那肯定是朝野的大地震啊 文祥拼命磕头为义心求情 可同治帝坚决不同意 他虽然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可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文祥退出之后啊 赶紧去找太后 叩见慈禧太后 痛哭流涕的诉说了整件事 慈禧太后一听 嗯 你不用说了 把诏书给我 就这样 竹杀公亲王一心的事 这才算了结 一心逃过一劫 这黑色的衣服到底有什么玄机引起这么大事件呢 这呀 和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有关 我们常说啊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这在古代啊 还有一句 衣服也不能乱穿 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严格规定 如果穿错 轻则收奸 重则杀头 这黑色虽然在秦朝 汉朝那时候啊 算是比较高贵的颜色 你看这秦始皇还穿这个黑色衣服呢 是吧 可是到了隋朝以后 黑色的地位就比较低限了 政府甚至一度规定 老百姓啊 还有低级的这个造立啊 衙门口的衙役啊 只能穿黑白两色的衣服 到了清朝 百姓的衣服颜色虽然放宽了不少 但是顺治八年那时候啊 颁布的一道金钉福色兼于永利这样的一个规定 里面就说啊 黑色的衣服是道士专用的颜色 这类出家人 袈裟可以用别的颜色 但是别的衣服必须得是黑色 区别只能是涂黑或者资黑 另外啊 晚上出来偷东西的梁上君子 或者杀人越祸的江阳大盗 这黑色衣服也是他们喜欢的工作服 当朝天子 那像太阳一样伟大 当然得穿尊贵的黄色衣服 是吧 不穿黄色衣服 穿出家人 匪徒 那黑色的衣服 那皇家的尊严于何地啊 是吧 皇家尊严意味着被大大折辱了 那真是尽莫折黑啊 同志皇帝和那个败家子儿宰纯 撕混久了 连衣服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结果差点坑了他爹的命 哎 摊上这么个不忠不孝 让他爹单惊受怕的儿子 一心的心情是可想而知 后来啊 由于酒色过度 塞成啊 病倒了 这败家子儿身体不行了 就病倒了 一心这时候啊 气得要命啊 就故意让医生乱开药 耽误治疗 盼着这败家子儿塞成啊 早死早好 结果这么一来 那还有个好啊 塞成就病得越来越重 马上就要断气了 家人赶紧禀报一心 一心残存的父爱又给激活了 毕竟父子一场啊 决定最后去看看 一心刚进塞成的房间 就发现塞成啊 居然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上面绣着白色的蜘蛛 这 这黑色是出家人的颜色 这白色一般是办丧事儿才用的 这一心一看是心愁旧恨 涌上心头 大骂一声 还穿这身肥衣 也该早死了 说吧 牛头就走了 他这一走 塞成是又惊又怕 那 丰富多彩的一生 由此结束 嗝儿 病死了 中年二十八岁 这就是清朝最有名的败家子的故事 好 Saul 好 幸福 甚至 好